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都饮恨了幸好我有奥能 奥能很搞笑 在钱炒那些旧经济的时候 他就出了他本业建设的订单 不过四千多万就不是很多 我在水上乐园 突然间 我自己觉得很醒目 我自己觉得 我想不关老板的事 但是在这些时间 哪些时间点是对的 就出对的订单 就非常之好 当然我就期待 他出的充电位 或者有没有更加劲的东西出 我都在等这些 一会儿会讲解一下 一会儿再略略提一下 因为我连贴都没有贴出来 你就知道我都是等新业务的订单 即是说你现在是买新业务和旧业务 两边都有 即是双重概念 那些朋友现在会说 他们昨晚传给我 现在是买两边都有的概念 我说是 旧业务本身就比较 比较没有那么显眼 即是新业务就比较厉害 我再简单说回奥能 其实就 我刚才赚了 就是奥能就很醒目 在炒旧经济的时候 就出了一张 水上乐园的通告 四千多万就不是那么多钱 OK 即是以往那些基建的工程 现在是7.08元 暂时就跌0.2% 我想他要在7元附近 因为他由5.6元附近 上这一坎 上7.6元 是很急的 这2元 我想他要慢慢做一下奇形 其实刚刚去到五天线 有多漂亮 其实我也觉得他有画图 有一点 他在画在五天线那里 7.05元 我简单说 纯估计 你澳门估计 你银鱼去80元 三下两步 是吧 本来只有三十多四十元 五十多元 你纯粹估计 疫情好回 赌场会旺回 赌场没有人的时候 你都不想做工程 现在有人的时候 你当然是找一些工程做一下 人同似心 普通人都想到 你没有人的时候 叫你拿一元都难 是吧 有人来拿一千万都没问题 就是这样 所以你自己可以遇到 这些基建单 也是会有 是吧 因为后疫情股 要不然我们要炒沙沙 炒八二三呢 简单的道理 一早就把科技股 转去 这些旧经济的东西 但不要转了 你们欠那些 而且现在说内地 不用隔离 人多自然又旺 你可以去玩两手 那些翻身 扩展工程 都会继续有的 最重要的是 其实是一件事 新旧经济 交替 两样它都有 是的 就两头马车 我自己心里便觉得 让它休息一下 等充电的新订等 别人堆到666 不知道魔鬼会不会复 千万不要 奥能就6.71 暂时就升了0.7% 你看到昨天我们 又要说的预算 就说到早了五年 好像 本身说2040年 全部要换 没有那些 柴油车 有车 就是那些汽油车 那些全都变了电动车 然后呢 它不是说2035 本身如果不是有 就是狂波之乱 奥能是上升的 是的 因为 其实你又早了五年 要做一些充电设备 然后昨天你就算换一些 环保团车 那个补贴也都增加到28万多 但是没有提到那个牌费 要增加 我不知道它增加那个牌费 来做什么 是的 就是你二十多年 没有人增加 二十八年 没有人搞印花税 接着你还搞了那个牌费 是的 就是好像呢 各样都喝点喝点 收多些钱 那样搞什么呢 你不会因为那个牌费 而那些人不开车 是不是 就是你本身的牌费 说真的那几千元 就给你了 是吧 就是你说减少 可能通常都是这样的 不如你多建一些停车场 是 就是你做一些实事 不要在那儿用这个借口 是吧 说减低一些车 就是少一点的流量 你整个疫情 那条街都没有人 你搞什么牌费 是吧 你增加这些环保电动车 可以了 就是你迟早都要换 你现在你建的车位 已经慢到别人几十泊 别人的大陆那些都已经建了 正在建了 是不是 你真的不知道 唉 没位置看 哈哈 是的 你又是向中产开刀 那些 就是你增加牌费那些 是吧 接着就疫情 没得去运输署那里搞 那我也有逐牌费 那你就要 我又去邮局那里申请一个个人 那些签名啊 公司认证啊 那些都花了 都花多了几百元的 是的 接着很麻烦的 这个系统 我也是上网看教学才懂的 是 真是十年难得一件 哈哈 因为这么聪明的预算 真是十年难得一件 是的 那欧能就六个七毫半 那昨天我就有 就是思考过 究竟好不好 又买一下 因为我最近期那一首 就是五个多 但是昨天出那个 水上乐园的通过 我也跟你说 昨天是七个二七个三 我就说 那个没什么特别的 就是我只是和你们去展述 他那个旧有的业务 一些新的进展 但是你说 如果要令人 市场兴奋的 就是等 那些充电位 那些订单 是的 那继续吧 是的 就继续住 我说一一八三 那我说一下 其实就没什么要说 但是我就觉得有些 开始 有些朋友有些不太健康 我看到昨天 昨天升到一元 就是一一八三 那一元是很夸张 对于我来说 你记得有一天 我说他升两毫子 我都不错的 是的 觉得升两毫子 都不错 他今天还可以开到小阳族 厉害 是的 问题就是 昨天下午 他那刻步步步步步步 有些讨论区的人就说 他这样升会不会出通过 千万不要这么想 是的 出通过的 只要出通过的人知道 你在旁边 是的 就是想着赚钱的 你走去预测 别人是否出通过 你是否傻 是不是 你还要有些人 可能有些人 有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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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到了 我认识市场 无限噪音 升上来 又有很多噪音 跌下去 就更加多噪音 是的 正一条投资路 只有自己一个人 你去信人 被出通过 就是交榴 很好不理智 显现你的地点更加低 我看到有些人是这样写 但幸好没有吃饭的观众 因为敢仔来问我 是否有单出的鬼子 我真是零知道 我就觉得今天好了 因为你们吹到有单出 没有通过就失望 跌7% 好像很久都没有试过跌7% 当然因为市场今天差 所以没办法 但我自己就觉得 不要太心急 买东西不要太心急 我现在给些位置我买 我都说昨天是 那天港交所大跌那天 才喝到少少 只是收拾到一点 然后都没有了 没有再买多少 因为我都是金字塔式买 你猜真是无限金钱吗 是吧 所以我自己就觉得 相信自己 相信自己 加上坐得很安心 还有 昨天7.8%当然好 因为昨天7.8% 开始我的留言 去到一百亿 怎样算 去到一百亿 我由个心笑出来 因为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 跌下来 我觉得 不要只用澳能做例子 回来 那些朋友都不会很害怕 但是升上去 不知道为什么 很害怕 不过升跌也有人害怕 我纯粹用一个 亲朋戚友的例子 跟大家说一下 他自己知道自己是谁 一个多元钱就买了 跌到九胡子 他就不敢问我 因为觉得 都信 都坐下 又是闲钱 坐下 然后升到2.8% 就是当过意 出了9月14日 说做充电桩的消息之后 升到2.8% 有一天他就问我 很害怕 升到2.8% 现在很害怕 我说怕什么 我说就算回来 你就订个指赚价 由高位 回10% 20% 你就做指赚 你个意买上来 你害怕什么 你跌下去9毫子 不害怕 你反而反上来 2.8% 你就害怕 你都做了几十年人 你都还未懂得投资 我真的这样跟他说 我说 你什么时候才开箱 是的 2.8% 之后 还没有问过 是的 一直持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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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元的时候 中间就觉得 哇 很厉害 但到现在 就不敢再问了 你自己想想自己 有没有这个情况 有些人就很厉害 就说自己 升上来怕什么 最多是什么 但是我看到 昨天很多人 就看到升了1元 就很害怕 就问是否升得太急 要配股 是否升得太急 要出货 要派货 是一路派一路升 我今天怕沽不到 我心想 昨天的成交1亿8千万 你买得多少 你跟我说你沽不到 现在4千万成交金额 我真的想约你喝杯咖啡 你跟我说你沽不到 你有多少钱 你买得多大 不要在我的Facebook留言 留下这么低质的留言 你沽不到 你买多少 你拿出来看看 我心想 真的笑到 不要这么低b 你沽不到 你每天看别人的成交金额 要不就听人说 世价股 到下跌的时候 就沽不到 我心想 现在几档也都沽到 有个几升到七个几 你沽回落个几 大把你沽 没所谓 越上来 仍然有很多人 有不同的意见 我只是觉得她太搞笑了 是不是 那些 嗨 Jackie 她说 昨天1183以为有新订单通告 真的 那些人真的在问我 我说我怎么知道 我心想我没有回答 其实昨天也有少少 我自己也很忙 有些朋友就整张单声来 就说这个我有多少 你怎么看 我是不会回答的 我真的不会回答 我怎么回答呢 我逐个还要帮你想想前世今生 然后还要帮你看图 我说减的就是减到你整个总仓的水平 减到一个安全 不应该持有那么多东西 而不是去到那一刻你逐个给我 那你就真是很初级 小编地提你 除了见治饮水 见治早饭 还有见治贊好 还有留言 还有分享 记得按下个小小钟 我们下条片再见 拜拜 - 拜拜 拜拜